歡迎來到姐夫食堂 我是姐夫 大家好 過來了農曆新年 是台灣草莓品質最好的時候 草莓除了當水果做甜點之外 草莓的酸香甜 也非常適合搭配雞肉和海鮮 姐夫會分享幾道用草莓來入菜 讓這美麗的草莓劑 為草莓多加一點變化 接下來就跟著姐夫一起來試試看喔 今天姐夫就來分享 希臘式炭烤雞胸 做草莓希臘沙拉 希臘菜有幾樣比較特別的材料 像這個希臘式的黑橄欖 Kalamata黑橄欖 另外還有這個希臘的羊乳酪 Fita Cheese 然後它會用得到特急橄欖油 還有檸檬汁 我們先切草莓 這是小黃瓜 切小黃瓜 切小丁 小番茄 切小橄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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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蔥 先放進去 加點檸檬汁 切小橄欖 切小橄欖 這是二粒剛香料 也叫披薩炒 我們可以用新鮮的 或者是乾燥的 我們在做披薩的時候 通常也會灑點在上面 黑胡椒 先抹點海鹽 鹽巴不用放太多 因為切辣橄欖有點鹹 那菲田起司 也會鹹 拌一下 接下來我們的草莓 好 稍微拌一下就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放冰箱 現在我們來 先來醃製一下雞肉 先抹一些海鹽 抹點香料 加點黑胡椒 再加一點點的 黑糖奶油 加檸檬汁 會軟化雞胸 那我們稍微把它 抓一下 因為它平均 好 都碰得到 接下來 我們一樣把它放在冷藏冰箱 把它靜置一下 這是台製的橫文鑄鐵鍋 我們可以在 淮南路 買得到 它也很便宜 只是它的木頭餅 用過一陣子之後 就會像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兒 就要小心一點 雞胸已經在冰箱 靜置了大概十分鐘 那做鐵鍋也燒熱了 那豬鐵鍋 我們不加油 因為剛才姐夫 在醃雞胸的時候 已經有加油了 那我們現在 就把雞胸 放下去 豬鐵鍋一定要稍微熱 油放少一點 它的痕跡 才會變得漂亮 我們稍微壓一下 可以讓它的痕跡 變得比較漂亮 讓它看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 接下來 我們關小火 然後把它蓋起來 讓它把雞胸 變到熟 蓋起來 大概煎八分鐘 左右 好 我們現在來排盤 Vita cheese 我們把它 堆碎 放在上面 再淋一點橄欄油 裝上一些白璃香 ! 比他起司 我們完成囉 希腊式炭烤雞胸 左草莓希腊沙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 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 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